花蓮市清洁队也陆续在市区多处执行清洗作业 17号来到了美伦山 把花蓮市地标之一的米老鼠及周边环境清洗干净 市长吴嘉贤也呼吁花蓮市相亲 在国家清洁中是22号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加入除旧步行行列来迎接农历新年 清洁队员拿着喷枪透过高压水柱 将墙面上的青苔污垢阻一清除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 花蓮市清洁队陆续在市区多处执行清洗作业 而17号上午是前往了美伦山 将花蓮市地标之一的米老鼠及周边环境清洗干净 市长吴嘉贤也特别到场关切队员们的施作情形 自逢过年前 那我们清洁队整个队部都动起来 除了在街道上面的一个清洁之外 那地景艺术跟装置艺术也做相关的一个清洁 那后车艇的部分 那接着就是大众废弃物的一个清运 在1月20号开始展开 那按照各个里的时间表开始预定的部分 开始做相关的一个清运 那接着就是国家清洁周 那整个清洁队在这段期间也是非常非常忙碌 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辛苦的清洁队员 那我们也要请所有的市民朋友要配合一下 如果家中的一些被弃物 还有资源回收物一定要好好分类好 那有些比较会物的部分 也请市民朋友一定要把它丢到垃圾袋里面 不要放到资源回收的品项里面 造成清洁队员有可能会被感染的问题 那再次要提醒大家 那我们今天也是在清洁我们花蓮市非常重要一个地景 米老鼠的部分 那也希望清洁完了以后 能够给大家有一个耳目一新的印象 花蓮市国家清洁周从1月22号开始实施一连七天 到1月28号为止 而大宗非七五收运时间 则是从1月20号开始至26号为止 市长威嘉贤也呼吁民众 过往在岁末年中大扫除时 都会有不少人把不要的东西全当垃圾丢掉 让垃圾里头夹杂着支援回收物之外 甚至还有一些无悔物 因此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落实垃圾分类 除了能减轻队员们的负担 也让他们不用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